门外的几个人是面面相去 听说这就怪了 于叔没有进过战雪园的房间 崔云一直和战雪园作伴 那天狱怎么不见了 战雪园甭起脸 又愤愤地瞪了于叔一眼 谁也没有理 一个人走进室内 拿了桌上的灯盏 里外检查了一遍 再出来 人是死盯着于叔对薛瑞道 大人的说法 我却不能苟通 难保某些人 不会换了一双干净的鞋子 再到我房间来 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了 经过薛瑞的分析 他已经冷静了不少 总算能够用得上脑子 崔云在一旁秤道 对呀 他一定是换了鞋子才来的 这一下 王大人几个又将怀疑的目光 转移到了于叔的脸上 此刻就听薛瑞道 二叔 你房里有几双鞋子 于叔两手交臂 总算知道薛瑞刚才看过战雪园的屋子 又去了他的房里做什么 他眉眼藏着三分的暗笑 配合他道 不算我脚下的这双鞋子 就只有今天发下来的礼服 给的那双靴子了 薛瑞对众人说 跟我来 包括王大人在内的七个人 又跟着薛瑞走到了于叔的房里 他们跟在薛瑞的身后 进到了卧房中 却见他打开了床边的衣柜 露出了里边的格子 最底下一层 好然地摆着一双青靴 薛瑞将那双靴子拎了出来 什么都没解释 只是递到了众人的眼前 抬起了鞋底 那上面是一尘不染 几个眨眼的功夫 人人心中都有了判断 战雪园的脸色阴沉如水 此时他要计较的 不只是能不能找回天狱 还有冤枉于叔所要承担的后果 果真不是于叔偷了他的天狱 难道他真的要让他打自己十巴掌吗 那 那也可能是他脱了鞋子 光着脚进去的 崔云还不死心地 将这件事往于叔身上拉扯 眼中却泄露了极许的慌乱 战雪园的心中憋闷 看着崔云心情复杂至极 他一方面希望是于叔偷了他的天狱 一方面又怕是冤枉错了人 让真的小偷摊没了他的宝贝 那要不是我 脱下鞋子给你看看 我的脚是不是干净得很 于叔讥讽道 他惹来了薛瑞不赞同的目光 有他在 谁敢让他脱鞋子 谁敢看 不必多此一举了 薛瑞将目光转到了崔云的身上 冷声道 你也不用狡辩 以我所断 你应是在湛小姐将他的天狱收放在枕头下 就打起了主意 当时趁他不备 在他的眼皮子底下顺手牵羊 然后再同他出去 留下了鱼蒜子一个人在后院 将事情栽到他头上 大人休要冤枉我 崔云急红了脸 照你说的 那我何必要拉上雪原去找鱼蒜子一桶油园呢 因为你吃准了 我不会和你们一起去的 哦 那 那也不是我 崔云在众人质疑的目光中使劲地跺了跺脚 愤身道 你们不信 大可以去搜搜我的房间 再不然 就让雪原来搜我的身好了 要是能找到天狱 我 我 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里 云月 你 战雪原本来已经怀疑崔云 可是看到他这样兴实淡淡 又拿不准主意了 雪原 真的不是我 崔云拉住战雪原的手 急得是快要哭出来了 这里是华真远 他是被选出来参加祭祖大典的怨声 若坐实了这偷窃的罪名 有这么多双眼睛看着 绝不可能善良 不说祭祖过后 他会受到怎样的处置 这事情传出去 他的名声可就毁完了 能不能在太史书院待下去都是个难题 战雪原有些不忍心 可是为了他那命根子 他却不能放过偷窃之人 于是低下了头 闭声道 那 那你就让我 搜一搜吧 崔云的肩膀一颤 最终放开了他的手 羞愤道 好 那你们搜 你们搜 呵呵 倒也不用 你们搜不出他什么 薛瑞冷不丁的一声 在旁人的不解的眼神中 左手伸进了袖子 摸索出来 递到了战雪原面前 这就是天狱吗 在他的手掌上 静躺着一枚 一坨圆的绿石块 八爪惊托 记着精密的丝线 赫然便是 虞书前几日 在战雪原脖子上 见到过的那块 天狱了 啊 我的天狱 战雪原 惊喜地尖叫了一声 便要扑上来抓去 却被薛瑞轻松的 一个闪身 躲了过去 侧头对他说 这石块 是十三公主 下午在园中游玩时 在湖边的潜水里 捞出来的 据我所知 鱼蒜子 并未去过湖边 可战小姐 可否告诉我 是谁将她 丢在那里的 战雪原的身形一阵 慢慢地转过头 看向一脸 降色的崔云 胸前是起伏不定 咬牙切齿 低吼道 原来 真的是你 在场的几个人 虽有的没长什么脑子 可也不是傻子 听到这里 已能辩明是非 啊 虞书拉长了声音 走到了薛瑞身边 转头看着 战雪原和崔云二人 皮笑肉不笑地说 哼 这下我想通了 崔小姐 这手可真是高明 先是在战小姐 眼皮子底下 偷了她的天狱 再和她同进同出 找机会将她丢弃 这么一来 既能栽赃到我的头上 又不会遭人怀疑 即便是追究到了你 也没什么真凭实据 可是坏就坏在了 你运气太不好了 遇上了英明神武的薛大人 这点伎俩 可瞒不过薛大人的 活眼晶晶啊 薛瑞听到他最后的一句夸赞 差点捧不住笑了 侧过身 将手背在身后 在众人看不到的视角里 拉住了他几根手指 轻轻的一握 静在不言中 即便不是十三公主 捡到了这块石头 交给她寻找施主 她也会想办法 保护住余叔的声誉清白 余叔方才说的 正是在场的几个人 心中所想的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到了这个份上 崔云还想狡辩 可是她到底没有了底气 一言一行 都是苍白无力 无人可信 王大人气急了 太阳 你还不承认吗 真要本官将这件事情 禀报到大提点面前 现在就处置你吗 在华真员出了这样的隐私之事 王大人应该是在场除了余叔之外 最恼怒的一个人 要知道大典结束之前 这六个人暂归他管束 有什么差池 他也要承担一份罪责 崔云被几双眼睛狠狠地瞪着 尤其是在战雪原痴人的目光里 抵不住压力 知道罪正确凿 他再做狡辩 情况只能是更糟 于是缩起肩膀 哭哭啼啼的 哼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一开始只是想和雪原 开个玩笑 所以拿走了他的天狱 谁知道在湖边走动时 我不小心就遗失了 我怕他通我绝交 所以才隐瞒了他 见他参与余算子 也就顺势而为了 我不是故意的 雪原 你不要生我的气 不要怪我 我求求你 说着 他竟当着众人的面 一屈膝跪到了战雪原的面前 抓着他的衣摆 祈求道 这样的变化 让人始料未及 原本的偷窃与栽赃 转瞬间被他扭成了一个玩笑 偏偏他哭得凄惨 让人说不上真假 只要战雪原这个施主不去计较 那还真的为难不了他 于书半眯起眼睛 寒光以略 心道 哼 是他看走了眼 这个貌似不起眼的崔云 不是个省油的灯 战雪原并非是铁石心肠之人 先前的怒火 一来是天狱的遗失 二来则是发现崔云利用和背叛 可是眼下天狱找到 再看看崔云可怜的样子 想到他入京的这些日子 两人交好的场面 不禁心软起来 雪原 都是我的错 我求你了 别怪我 我不是懂你的天狱 我不是故意的 你原谅我好吗 我不想被人当作是贼 求求你 战雪原撇过头去 攥着手心 低声道 你别哭了 我不追究你就是了 雪原 崔云抬起头 刚要欣喜 就听到身后的一声冷笑 哼 你不追究他 我可饶不了你 战雪原愣愣地看着虞书 猛然想起来他们先前的制约 关于那十个巴掌 月算子 都是我不好 我愿意替雪原挨你的打 崔云的脑子够快 他这么一力地承担 原本战雪原对他有七分的气怒 顿时也消了一半 然而虞书遭人算计 险些吃了大亏 会这么简单就放过他们两个吗 战雪原 虞书这会儿干脆叫起了对方的名字 指着跪在地上 没脸没皮地催云道 你真要他替你挨打吗 战雪原的神色 挣扎了一瞬 轻轻地点了点头 算是了默认 好 我也不是不尽人情 既然你们两个都愿意 那这十下嘴巴子 你们俩就聚开了 一个人挨五下吧 云书故作大方地摆了摆手 战雪原和崔云同时神情一扭 想要出言反抗 却又无从说起 毕竟理亏的是他们 有薛瑞在一旁震慑 说到天边 他们都不可能抵赖 你要打就打 说这么多废话 战雪原虽然知道自己是冤枉了虞书 却不改对虞书的恶感 因此更加的记恨他 虞书勾嘴笑了笑 不急 明日还要参加大典 我手劲特大 把你们的脸打肿了 你们明天如何见人 就先欠着吧 等到回京了再说 他最喜欢当众打人脸面 这里才几个人 怎么够看 他要抽他们的脸 要寻个好日子 战雪原和崔云心里一哆嗦 想想便明白了 虞书这是要留到日后 当众羞辱他们 虞书看着他们脸上的精忧 心中的郁闷挥散 悄悄地捏了一下薛瑞温润的手掌 下一刻就听到薛瑞说 实下正紧 此事本官暂不上报 可是你们扰乱了画真元 此事不容姑息 等到大典过后 我与王大人在如实地上乘到大提点的面前 挺他定夺 崔云的脸色煞白 没想到他逃过一劫 还有一劫 战雪原这次没有帮他说话 他且自身难保 哪里有多余的心思管他 这两个人也是活该倒霉 不知道虞书和薛瑞是个什么关系 就凭他们先前对虞书的恶语污蔑 薛瑞哪里会轻易就放过他们 王大人 你留下来再教导他们一番 免得他们今晚再热出事端 我还有事先行一步了 薛瑞松开了虞书的手 将那枚天玉交到了王大人手里 他漫步走向门外 在门口时顿足 略意回头 仿佛天意 却让有心人上眼 虞书暗笑 会议的对王大人说 啊 我去送一送薛大人 啊 你且去了 王大人正感激薛瑞 帮他解决了一桩麻烦 乐得有人替他献殷勤 于是虞书跟上薛瑞的脚步 两个人一前以后走出了小院子 小吉子滴溜着灯笼跟了上去 留下今夜 注定无眠的一干人 暗夜竹半 胡暗影柱楼渐渐 求公公公公着腰立在了一道木莲外 低声将傍晚发生在西南偏院里的事儿 如实禀报给了他的主子 半晌后才听到连后的一句评价 照你这么说来 那鱼蒜子可不是个好事儿的人呐 秋公公仔细地听着声音 揣摸着薛贵妃的语气 道不像是不悦 于是挑着小心道 啊 倒也亏得他有些脾气 趁住了那几个不着调的 不然今天晚上这点事儿闹腾起来 还不知道结果呢 哈哈哈哈 秋公公听到了这倾笑 紧接着便知道了他没有会作意 他倒是有本宫年轻时的几分脾气 嗯 不错 好心的人才不容易让人拿捏呢 薛瑞并没有让余叔将他送出去太远 出了偏院的小门 走在了一条小径上 谈论着刚才的那一场闹剧 他说 那两名女怨声都在针对你 一个故意射了套让你往下跳 是怎么回事儿 薛瑞好奇地问道 今晚的事儿他看得通透 姓战胆是个糊涂虫罢了 那个姓崔的才是始作俑者 就不知为何煞费苦心地往余叔头上泼脏水 他倒是有些奇怪了 余叔懂得薛瑞的意思 皱眉道 我也纳闷呢 照理说 我认识他们不过这几天的事儿 之前要说有什么矛盾 就是你到观星台查案的那一回 可那个时候崔云不在 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和他有个过节呀 如果说是因为王大人让我捧了八卦重器 他们心存不甘 那也不应该挑在这个节骨眼上办事 记住大典之前 我们六个是一损俱损 我怎么看着崔云不像是没脑子的人 从住进华真园的那一天 战血缘和崔云就处处挤对他 余叔顾着局面忍了一时 没有同他们两个发生过正面的冲突 他们要换房间 他就给换 一开始选气 他也让着他们先选 若不是今天晚上 眼看着他们要把事情闹大 把他往死里整 他根本就不会翻脸 还好啊 你及时来找我 才没有闹得一发不可收拾 不管怎么说 你自己小心点 明日大典上 千万不要出了差池 余叔苦笑道 我来之前就算要遭小人 可是这东西防不胜防 你看我好端端的躺在屋里睡个觉 都能被人栽丧 所幸是你来了 不然还真不好收场啊 做艺师 也有做艺师的郁闷 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难以周全 薛瑞侧过头 跃下一双凄明的桃花眼 含笑地看着他 呵呵 你今晚这样做 很好 嗯 有吗 哪好了 薛瑞抬起手臂 不管身后头 还有个小眼线 提着灯笼跟着 还住了余叔 古瘦的肩膀 朝怀中轻轻的一带 拢着他 低头温身的 无妨 多倚靠我一些 余叔抵不住他 这般明目张胆的轻腻 脸皮子发热 轻咳了一声 手抵住他的胸膛 却没有舍得推开他 柴鸣树影间 夏夜庆凉 两个人就这么静静地待了一会儿 薛瑞才遗憾地松开了他道 你早些回去休息 明日可不好过呀 嗯 你也早点睡 余叔乍一离开他的怀抱 有那么丁点的不舍 扭头看了看不远处 东张西望的小太监 见他没有盯在这边 便垫起了脚尖 飞快地在薛瑞的脸上 亲了一下 不等他反应过来 就抽身后退 一个转身 扬长而去 薛瑞正在了原地 抚了抚脸颊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渐渐地扬起了唇角 好